一批重商针阻挡的呼叫器 引发外界关注 网友指出百货公司美食街 餐厅 咖啡厅等 所用的取餐呼叫器 许多都是金阿波罗做的 呼叫器变成炸弹 美食街的呼叫器 一套十个要价两万五左右 会不会也变成攻击武器 最让网友笑称 看起来以后取餐要快一点 除了呼叫器 金阿波罗公司还有许多产品 像是触控手表接受器 居家跌倒侦测器等等 主打餐饮医疗等市场 金阿波罗成立于1995年 资本额1亿元 但1999年电信公司 不再释出呼叫器门号 公司被迫转往海外市场 如今是美国最大 欧洲第二大的 对讲机呼叫器供应商 甚至FBI 欧洲各国的消防局 都是他们的买家 统计2022年到2024年8月 出口了26万套呼叫器 今年1月到8月 也出口了4万套 呼叫器在台湾 又叫做BB Code 在1990年代十分流行 不过到了21世纪 功能逐步被手机取代 它也成为一个流行符号 就好像一开始手机 在发展的时候一样 就是说好像有一个 抠机在身上呢 就是比较潮的一个象征这样子 那在很多电影里面呢 它也都有出现 做一个流行的文化符号存在 BB Code曾经是台湾 许多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 虽然在台湾已经绝肌 但金阿波罗选择在台湾 与代工厂合作 生产组装外包几乎是一条龙 这起黎巴嫩攻击事件 虽然还有诸多疑点 但也意味让世界看见台湾品牌 近新闻肇事员张俊涵台湾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